我读书的时候没有电 因为没有电灯 如果每天上自习 就必须点煤油灯 而且还没有蜡烛 蜡烛是比较高荡的一种灯具 可是没有点不起 是一点没油 可是有时候连那个油 都不是想要有就有 所以小时候最深刻的就是 那个煤油灯都要省着屎 然后每一次 从学校到回家的路上 不点了有灯 就是伸手无间无止 长大了 有了可以买到蜡烛了 再长大了都有电 现在愿意看见一个 伸手无间无止的夜晚 真的是看不到 可是那种记忆 还铭刻在我的心里 就是光为一个人多么重要 后来再读到美国作家海伦 凯乐他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时候 我就就理解他是多么渴望光明 看得见的人在天眼中都希望有光 更渴望看不见的人 但是凯乐遗憾地说 那些看得见的人真是太遗憾了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眼睛 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而已 而没有真正的把他拿来作为 丰富生活的守华 今天 圣诞节目的四十日 玛利亚和若瑟 把他们的新生儿抱在圣殿里 其实根本不用抱在圣殿里 每次法律上说 要把投胎守身的献给天主 但没有说要抱到圣殿里 可是今天在这一段短短的 世界福音里边 说的次数最多的是哪几个字 那几个字叫做按照法律 按照每一次的法律 或按照法律的冠定 出现了五次来四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八十年左右 那个时候 耶稣被定死的事 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人的地区 而且很多犹太人都认为 耶稣为什么会被定死 就是因为他没有守 门色的法律 然后路加写福音的时候 特别在这一段要强调说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因为耶稣在怀抱中的时候 就守了门色法律 而且守得非常好 超过了保律所要求的 不经历是把他献给了上主 而且还抱在了圣殿里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 绝对不是违反什么法律的 而且你远远超越在法律之上 如果你做一个教育 连普通的法都守不了 连教徒法 连别的法 普通的法都守不了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能做基督徒 因为你做一个人都不够成功 那路加想说 耶稣一个真正的人 他守了人间的法律 而且不是完美的手 耶稣被奉献在圣殿里面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如果从整部福音看 耶稣本人就是圣殿 而且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 他十二岁的时候 还要去尼斯圣殿 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 律师说到说 耶稣就朝耶路撒冷走去 圣殿就在耶路撒冷 路加是这样故意安排的 直到我们替路加福音的人 一直把视线放在耶路撒冷和圣殿上面 为什么 因为路加在写福音的时候 耶路撒冷没有了 圣殿没有了 可是他写福音为什么还要如此写 让我们看那个 已经没有的耶路撒冷和没有了的圣殿 路加上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圣殿 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督 真正的圣殿 就是你信仰基督的地方 如今我们能奉献什么呢 今天也是奉献生活者日 就是特别要中间为做主教生父修士修理 总之是被特殊奉献的人 在这一天为他们祈祷 因为他们也被自己的父母献给了上子 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在上子的圣殿里面 而能够做别人的光明 当然 这个是私要的 主要的是你自己 你每一次来到天谷的圣殿里面 来到基督内 你要献神 今天我们手里面的东西太满了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难道不是吗 很多人很少过 生活得很贫困 我们现在真的是手太满太满了 你都不知道该给天主奉献神 每一次在弥撒当中有一个礼节 就是奉献 就是信仰导寺完了 大家坐下来 开始奉献 然后唱金班 唱仙礼经 然后小篮子开始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那个礼节本身上表达的第一个含义 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在梅坛弥撒的那个时候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奉献 我们要奉献什么呢 我们的主要的目标都是奉献的 然后我们会被那个东西干扰 你去忽略了那个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告诉大家 首先该奉献神 首先你该奉献祭 因为那个时候神不接受的是什么 神不站在中间 然后有一个人上来 被神不得是什么 是丙和酒 那丙和酒要成为什么 要成为基督的体屈 所以唯一 看当 值得被天主悦纳的领悟 一定是基督本身 所以我们奉献第一个 应该是基督 你说神不 基督和我 我怎么样奉献祂的 是你要奉献祂 因为后来的时候 你要与祂结 所以第一个动作是 伴随着丙酒 那个时候的眼光 不要光放在别的东西里面 而是放在丙酒相对的基督身上 然后给天主说 主啊 这就是我所能奉献的 最好就是基督 因为这是你最爱的 也只有祂才是 世界的光明 世界的救援 这是第一个 大概我们很少想不起 可是如果你来这个 都想不起的话 整台第三 你都不知道 什么是中心 如果那个时候 你能与基督一同奉献 在后来 神不说基督神的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你刚刚奉献 第二个要呗献神 当然是该奉献我们自己 而还还不是钱 或者衣服什么的 不是 是我们自己 而且是完完整整的 就是说 有好 有坏 有黑暗 有光明 有残酷 有完美的自己 不要这样 主啊 我把我的这一面献给你弄 是所有的一面都献给你 你难道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只要我们活着 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人 最多十全九美 大概我们一般是十全两面而已 就说 主啊 我就是这样 可是我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不好的自己 到和基督奉献给你 和基督结合的时候 你就把它予以圣化 予以转化 而能够与基督结合 我们现在的东西太满了 可是天主什么都不要 天主缺钱吗 还是缺钱吗 缺时间吗 还是缺什么 什么都不缺 你来到这里 最重要的奉献 就是我的自己 如果那个时候 你的注意力 没有被放在你自己 把自己呈现给天主的话 我认为 你在领受你的时候 感觉太小太小 好 你今年的婚姻有问题 献你天主吧 你现在的孩子有问题 献给他吧 你觉得你很焦虑 失眠 献给他吧 每一次不停地 重复的贡献 重复的贡献 乃是每一次让我们 得到更新和赚好 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能力 一定要结合于基督 下面 下面才是你们 那个小篮子 转来转去奉献的 只有把前面两个献好了 每一次你才知道 你愿不要献 献多少 那个就是水到去 不是前面的事情 而是后面的事情 你甚至可以不献 所以神不希望 每一次我们出现的时候 注意力 一定要在基督身上 在自己身上 其他的都甚至可以不注意 然后神不献上来的时候 有一个礼节 不是有酒吗 然后神不想把水拿过来 要加一点点 虽然你们不念你 但我问一下 你们知道神不在 把水倒在 一点点水倒在九月的时候 神不要说什么 神不要说 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 主啊 求祢是我们分享祢的天主性 酒上升了基督的天主性 然后取了我们的人性 那个水上升了我们的人性 然后我们把水加进去 那个人性就代表我们一点点 那个酒很多 想象着我们的一点点 被融化在基督的天主性里面 好使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能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 甚至说成为基督的一份 成为另外一个基督 那是什么 那个时候要说的 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父亲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 作为最重要的一份 然后与基督结合在一起 转化成他的一部分 这样你离开圣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在里面有很多的喜乐 感恩 满足和光明 一个老人家抱着小孩子 心火相传 能比这个境界更美 上年岁的人 所能够给予孩子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人格的东西 无非就是精神的东西 无非就是信仰的东西 无非就是和永恒相关的东西 其他的都是赐料 如果你年岁都这么大了 别的年轻人 你的孩子的孙妹们 在你身上都看到 一个非常非常俗气的人 他看到什么 他没有看到希望 他没有看到光明 你今天一整年 你应该讨论我们自己 让我们上了岁数的人 应该活得更优雅 活得更有喜乐 活得让别人能看见 在他身上有很多的自由 和散播 在他身上重重的就是有多的东西 这应该是信仰 随身我们 给我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没有了工作 他去找神父 神父我没有了工作 怎么办 我现在没有了工作 也不能给教堂奉献 不能给天主了 奉献钱了 怎么办 神父说孩子 怎么办 我们两个一起跪下来求天主 然后他们两个跪下来就求天 一个月之后 这个年轻人找到了工作 这个年轻人说 神父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 我会每个主日风险 一百块钱给盛堂 神父没有反对 然后他果然找到了工作 以后每个主日风险一百 然后后来年轻人说 神父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还不是很好 能不能你再跟我一起求下一天 让我找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这样我就可以给上堂更多的奉献 后来他们两个又跪下来求 他后来果然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所以以后他人的主日风险两百块钱 可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当然欲望也是好的 所以他后来满足了六起求 一直他的工作好到可以奉献 每一个主日风险五百块钱的时候 可是到了五百块钱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他后来时间长了他觉得 哎呀这个不好 因为我以前只付钱一点点一百块钱 现在五百 我觉得这样付钱太多了 我不能这样子下去了 我要返回到我要拜下神父能不能 就是我以后再回到什么钱 每个主人付钱一百块钱 他就问神父 神父说孩子非常简单 我们两个再跪下来 再求天赌 让你的心理降到可以奉献一百块钱的钱 奉献多少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用你的眼睛看见天赌在你生命当中的降伏和灵赛 这种降伏和灵赛使另外的方式有时候都不是一金钱的方式出现 我们的奉献应该随着恩土的增多而奉献的更多 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己 那个小德兰说 主啊我能献给你什么 我这么小 无依无靠 像没有翅膀的小鸟 我能献什么 什么都不能献 所以我把我自己献给你 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良受 这是最好的奉献 因为在旧言里面 天赌就责词过犹太人说 我厌恶你们的奉献 厌恶你们的情节 厌恶你们的礼仪 因为你们边奉献边贪婪 边奉献边剥削 这不是一种想要 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 我们整个人的改变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 我们聆听的时候 我们与基督的徒服结合的时候 我们也成为光明 谁和我们接近 谁便获得光明 这应该是基督徒做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喜乐地 信任我们光明的信仰 明镜需要写好的 咱们个人 智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